部長 您是醫師 您也是全聯會的兩屆的一個全聯會理事長 也是立法委員 我想經驗豐富 我想請問你幾個問題 生理食鹽水如果在沒有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開刀嗎 沒有 生理食鹽水沒辦法開刀 沒辦法開刀啦 那生理食鹽水最重要的兩個作用 我想補充電解質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重啟傷口 對吧 但是呢 現在坊間啊 我們生理食鹽水跟以往的缺藥 我個人認為不太一樣 最大的情況不同是 它是開刀手術必備的一個藥品 而且是戰備重要的一個藥品 而面積現在中共一直不斷的老台 我們擔心有可能擦槍走火 所以目前國內生產的生理食鹽水 量已經不夠國內使用 我們還要補上進口量 才能夠應應整個全國國內的一個使用 但是一旦發生了戰爭 進口生理食鹽水進得來嗎 部長 您覺得進得來嗎 我想我們這個都有預防 所以這次的專案進口是因為臨時 永烘 因為它佔的比例太多 所以我們除了在專案進口以外 我們已經輔導鼓勵國內的廠商 我們給它比較合理的價碼 來自己產相關的生理食鹽水 這個是我們事後在檢討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 如果發生戰爭 我想沒辦法進口 那我們先來探討幾個問題 為什麼不將專案進口的價格 82元同樣給付國內生產來製造 我們有所謂的疫情國家隊 藥品 快篩 以及之前還有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用藥 我們的搶綠 奎寧都有所謂的國家隊 那為什麼現在不行 我們為什麼沒有培植 國內的廠商繼續努力 因為這個問題雖然很重要 但是我們很快的就可以 來從進口 從國內的一個原來的量量 來完成這樣的一個 部長我還是要講 我們不希望每次都用專案進口 我們應該培植自己的相關的廠商 未來能夠應徵的 我想只要有合理的 院長你可以認同我這樣說吧嗎 應該廠商就會做了 我們一起來讓我們的國內廠商有這個能力 我們希望協調國內合格的廠商 能夠增加它的供貨量 當然啦 同時對這種大包裝的出益 也能夠盡快的恢復生產 提供給其他機會來使用 我們不希望 這是超市案的一個翻版 我想就像有的意思在講 難道危機就是商機嗎 那今天它是戰備藥品 我想以往蔡英文總統 所說的一個態度很明顯 對於戰備 對於我們必須的這種集用藥品 我們國內應該要有自己生產的一個能力 那為什麼現在量會不夠 本席不是危言聳聽 我不是要去讓整個社會恐慌 我是要提醒這個藥 它不是眾多藥品缺少的其中一小環 它是戰備用藥 它所戰備的存在價值 戰爭時 我們認為是沒辦法進口的 而且千萬不要看它這樣子 我國內本身就有許多藥廠在製造 為什麼平時不去福島 健保價給付的比一瓶可樂還便宜 對它的原物料很便宜 鹽和水而已 但是整個製作的過程 是非常嚴謹的 是無菌的狀況 而且它是塑料包裝 所以還要去人工檢查藝物 這樣子嚴謹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想竟然比不上一瓶可樂的價格 我想針對這樣的事情 我們應該請院長做以下的交代 以及做檢討 您聽聽看 所有戰備儲備的藥品品 是否有類似像永豐 這樣子寡占市場的一個狀況 我們應該去盤點 我們應該需要有所對應的因應政策 到底是不是像邱部長剛剛所說的 是短期之內發生的嗎 這明明就是六個月前 我們去稀查了解 它沒有符合規定 才強制館廠 沒有符合GMP嘛 第二個 我國原料藥 所用的大部分都來自進口 其中四成來自大陸 戰備藥品它不是製劑 而是其原料在台灣儲備是否充足 我們有沒有盤點 部長有盤點嗎 戰爭時這些進口東西是進不來的 那即使我們有工廠也無可奈何啊 所以以上兩點 院長您可不可以跟我回應 我們是不是盤點一下 能不能在兩個月內 一個月內給我一個回應 好的這個 包括這次永豐這家廠商 佔據這麼大的量 在製程過程中發生了問題 造成整個工序的失調 這個很活生生的經驗 然後衛福部 我想部長也清楚 520之後 我們上來我第一次請衛福部 來跟我做報告的就是這個事情 一路的緊追 你們有資料嗎 後續提供給我而已嗎 接下來我要跟院長談論 此次進口有三大嚴重的一個缺失 三無 無法源依據 沒有PMF的核被函 還有出狀況 無理賠 這狀況你們有掌握嗎 院長 臺灣是民主國家 我們所有行政單位依法行政 請問書意專案進口 我們的依法法源依據是什麼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嗎 部長 中文名下 請說 緊急的專案進口 我們從5月底就開始啟動了 所以又是用緊急專案 應該這個緊急專案 如果需要 這個應該是依法的沒有問題 依法沒有問題 你引用的是哪一個法 藥士法 第幾條 可以跟我分享嗎 就本席所了解 無法源依據 請問院長 如果公布無法源依據的行政命令可以成立嗎 我認為衛福部有帶頭違法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是只要衛福部官員認定 我緊急需要 我就馬上釋法為無誤嗎 沒有法源依據 所有藥品許可證藥品輸入 那麼這些藥品有可能就是禁藥 這是藥釋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的 請問院長 如果是禁藥怎麼處理 不會 我覺得這個進口的過程當中 我們從5月底啟動 一直到6月12號 第一批的書意才進來 這當中 就對這個進口的國外廠商 有進過一些篩檢 跟一些合格的認定 待會我們越談越深喔 你聽聽看 如果為依法行政所有合章的政府官員 我們是不是應該主動送檢調 是不是監察院應該要看看 有沒有所圖利的問題 還是需要本席來協助呢 我們目前沒有PMF核被函 部長是嗎 有沒有核被函 目前核准專案輸入 生理實驗水輸入注意 依據衛福部的回函 災藥如下 一沒有我國藥品的許可證 二 皆屬國際會員國 本席就想用法規面請教院長 我們看一下問題 PTT第四個 回文說核准專案輸入的大包生理實驗水 皆屬國際組織的會員國 院長 越南哪時候是PASS的那個會員國 是會員國嗎 部長 進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進過這個 強制的檢驗 越南這個是大總的 大總的 所以呢 你的回函是告訴我全部都會員國啊 越南明明就不是會員國 他是EU GMP 那你怎麼回函這樣回我 第二 根據國外藥廠的工廠資料準備須知啊 不是會員國的藥廠一律踩國外實地茶廠 有沒有去茶廠 部長 我認為沒有短期之內要進口你沒茶廠嘛 再來根據藥史法第57條你沒有核被函 有沒有核被函 哇鴉雀無聲啊 院長 部長 我都有所知啊 沒有給我任何的資料 我可以大膽的篤定 你沒有核被函 你沒有許可證 院長不要忘記 連日本 日本吉東製藥的正路丸 新聞報導 做假騙日本政府30年 由出口國家自行認定 衛服部連做個樣子 要求廠商送個資料都沒有 你就敢相信 書一出狀況 藥愛基金沒有賠 因為你沒有許可證啊 我今天使用這一批 書注意 萬一我出了問題 這是要無菌的狀況下 這個是要給手術的人使用耶 部長 我講這些問題 我想我們那個 書藥史等 還有我們的 負責的同仁 一定非常嚴謹的在合法 但是藥愛基金告訴我 沒有許可證是不理賠的喔 那我們在整個了解以後 再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問題越來越嚴重 今天傷口 或者是要做手術使用 這些有可能都會有整個裡面 包括書注意裡面 如果有熱源 它會讓整個在受感染的一個危險性很高 所以今天如果圖真的不必要的傷害 院長 我們該怎麼去應對 後續要怎麼救濟 既然論述是對的 是核准專案進口的公務員來理賠 請回答我 報告委員 這個不管是專案的進口或是製造 專案的進口或製藥製造 我們在藥事法上面都有一些特別的這個措施的規定 那本件我說從五月底到六月十二號 這個將近半個多月的時間當中 我們一致的吹 包括衛服部 包括食藥署 來的報告 就是一個是配合 進口的傳奇 一個就是配合 尋找合格的廠商 能夠提供這些資料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請衛服部再詳細的了解 當初用什麼樣的方式跟程序 去尋找這些貨源 部長 我們應該是 我們應該是 三五啊 今天我所舉出來的東西 三五啊 沒有法院預計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沒有許可函 核被函 什麼都沒有 我想這個問題 後續我們再繼續來檢討 我希望院長 我所提出的一個問題 今天我們不是全毛求疵 我們在幫政府想 後續會遇到的因應問題 你可以認同嗎 了解謝謝委員